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要去吉祥寺车站周边走一走 顺便去吃商店街市场里面的人气小吃 这个吉祥寺车站周边 被票选为东京最适合居住的小区第一名 住在这里的生活机能很方便 这里的街景很漂亮 有很多时尚的小店 也有好几条商店街市场 也有好几个各大百货公司 而车站的旁边还有一个很大的井枝头恩赐公园 生活机能真的非常的完善 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去散散步 这是这里的市场小吃 我们先到了吉祥寺其中一条的商店街 这商店街里有好几间传统的市场小吃 今天的人很多 每一间的小吃都是大排长龙 为了不要挡住行人的走动 这排队的队伍是排在另外一头 还蛮长一条队伍的 还有发这个 menu 还有中文炸土豆饼 元祖日式炸牛肉饼 没错 那我已经在这里 排了大概10分钟左右 其实很快就到我们了 咖喱 Короче 咖喱 Короче 嗯 咖喱 Короче 咖喱 Короче 咖喱 Короче 就是咖喱 因为你吃了 咖喱 1,500元 4个 这里 面子卡 面子卡 摩喱 2个 面子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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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好好吃哦 它肉很大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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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肉很大一块 你喜欢两国 因为我只喜欢两国的 我喜欢穿越的 芭比喜欢 吉祥寺的 大家喜欢的喜好都不一样 可是都很好吃啊 咖哩口味的 咖哩口味的土豆饼 咖哩口味的 咖哩口味的土豆饼 咖哩口味的马铃薯炸饼 好吃 好像在吃咖哩饭 对不对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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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哦 这个咖哩土豆饼 好好吃 我觉得这间的炸咖哩饼 比炸肉饼还好吃 这间的炸肉饼味道是属于 比较清爽型的 最近我们吃了好几间的炸肉饼 大家的喜好都不太一样 不过老实说 每一间都真的还蛮好吃的 嗯 接着我们走进了这商店街的小巷子里面 宰宰的巷子里面 有好几间居酒屋 还有一些服饰跟杂货 还蛮特别的 气氛还不错 哇面白 超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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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还有一间现包的饺子店 这间店有在卖酱油团子 也有在卖鲦鱼烧 也是这个市场里面有名的老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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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找了一下 终于找到了 这间小店也是很多人在排队 这间小店也是很多人在排队 我们买了一串酱油团子跟一个雕鱼烧 谢谢 因为巷子里面的人还蛮多的 所以不方便站在这里面吃 所以我们走到巷子外围的地方 这个团子的口感很Q很软很好吃 不过我个人觉得像日本这种的传统点心 味道真的都是偏甜一点 所以在吃的时候一定都要配茶 这个钓鱼烧外皮很脆 献给的很多 哦 脆啊 它就只有一种口味 味道只有一种 还没吃到里面 还没吃到里面 你先吃外面那脆脆的 因为外面的皮很脆很好吃 脆 柚子先吃外面的脆皮 这个钓鱼烧虽然是皮薄线多 但是对我来讲真的是太甜了 马上去买了一瓶茶 吃完之后我们又走回刚刚的商店街的主道 这里有一间很有年代感卖雨伞跟拖鞋的店 这雨伞店的旁边也是这商店街有名的市场小吃之一 一间卖着炸鱼饼跟关东煮的专卖店 就是卖甜不辣跟黑轮 这里的甜不辣是用各式的新鲜海鲜手工去制作的 生意非常的好 在这个市场里面非常有名气 今天排队的队伍也是大排长龙 它外面也是有在卖一些炸物 我们准备挑一些回去当明天的晚餐 今天还有一些活动 这甜不辣的口味种类很多很丰富 我们还想了一下 我们选择了几种喜欢的口味各一片 我们挑了几种喜欢的口味各一片 我们一起选择值得我们 Youth 174元 这款1只是11100元 同有と思います 那wic笅到情侠的人 DAJUO 是健� en伊蒜 我把麥克風押了 買好之後它就是像這樣子包給我們 因為我們又帶購物袋了 所以我們就沒有買皮帶了 如果要皮帶的話一個是4塊日幣 接著我們又走到了這個車站的外圍 要去一間很有人氣的烤雞串的店 其實它是烤雞串的居酒屋 白天就開始營業了 我影片的說明欄裡面都有店家的資訊連結 想知道的朋友都可以去看一看喔 就是這一間烤雞串的老店 生意非常的好 在吉祥寺的周邊好像有兩三間的分店 而這一間是總店 一間很有氣氛的雞串居酒屋 限點限烤可以站在外面吃 裡面也有位子 有櫃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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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 大概... 沒有櫃圈嗎? 今天這間店生意也是很好 我們也是排隊等了一下 因為是限點限烤 所以這間店是煙霧瀰漫 所以更加有氣氛了 因為我們看出來 所以我們三個人都點虧了 這間店的雞串價格很親民 一串都只要100塊 這間店的燒賣 也算是他們的招牌 是店家自己做的 這間店的燒賣 也算是他們的招牌 是店家自己做的 這間店的燒賣 也算是他們的招牌 是店家自己做的 這燒賣好大一個喔 我觉得这间店的烧麦好好吃喔 下次来这间店的朋友 我推荐一定要点他们自家做的烧麦 肉馅很多吃起来很满足 超好吃的 嗯 辣辣 好吃 好吃 卤大肠也是不错 柚子很喜欢 点了一盘综合烤串 有烤鸡肉 鸡肝 鸡皮 还有鸡丸子 鸡肉肉 也很酷 又点这个烤大鸡腿 看起来很好吃 这个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 大大 這麼大一個烤雞腿才日幣六百塊 我覺得很划算 因為店家不能切 所以我們只好整隻拿起來吃 其實我覺得雞腿就應該整個拿起來啃 這樣吃起來很過癮 好吃嗎? 這個延燒口味的雞腿外皮很脆 肉很嫩 柚子吃得很開心 因為不能切 所以我們只好輪流拿起來啃 不過我跟K爸都只吃了一兩口之後 最後都是柚子吃光光的 柚子吃雞腿吃得很陶醉 很滿足 柚子吃雞腿吃得很陶醉很滿足 吃完之後我們去公園散散步走一走 吃完之後我們去公園散散步走一走 現在只要是有名的景點的話 不管走到哪裡人都非常多 我覺得這裡社區的街景都還蠻漂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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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口 門口還有一間漂亮的餐廳 公園裡面還有一個小湖 風景很美 很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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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個上坡走上去 還有一些有異國風情的特色小店 跟剛剛商店街市場的氣氛很不一樣 這條街上有很多很有特色的時尚小店 年輕人比較多 我覺得吉祥寺車站周邊 整體的規劃都非常的完善 而且公園也很漂亮 難怪已經連續好幾年被票選為 東京最適合居住的區域第一名 今天是我們第一次過來這裡 也覺得這裡的環境真的不錯 真的是實至名歸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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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天晚上我就把我們買的綜合甜不辣 拿出來煮鍋燒麵 把一大片切成三片 每個口味都可以吃得到 放入超市買的烏龍麵 這個寬版的烏龍麵很有嚼勁 我們全家都很喜歡 這間甜不辣一片的價錢 在超市就可以買四片了 雖然價錢比較貴一點 但是真的是真材實料 甜不辣的魚漿很新鮮 各種口味都非常好吃 而且吃起來很有彈性 脆脆的 真的很好吃 好的今天的假日出遊散步影片 就到這裡囉 希望今天的內容你們也會喜歡 謝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訂閱 訂閱 按讚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